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分支管理 前面我们已经熟悉了一些基本的命令 那么分支管理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我们给大家提过 比如说我是程序员 我在卡卡卡卡写代码 正在编写一个功能 突然小光领导过来了 你说你马上客户不要着急 把这个事赶紧先把这个功能先改了 先改到这个项目里面 那怎么办呢 你只能暂停你现在的工作 赶紧完成小光领导布置的任务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停了 停了然后接着去改 改其他地方 可能就会把自己的工作会给耽误掉 那为了保全两边都要顾及 所以我只能是在当前分支 这个分支上我就怎么样 可以把它暂时保存一下 保存 然后新建另外一个分支 在另一个分支里面 我去完成小光领导布置的任务 对吧 完成以后 我再切回当前这个任务 继续完成我自己的事情 是吧 如果有N个任务起来来 我就起N个分支 是吧 无端的创建分支 分支跟分支之间 如果你是完成好了 在同一个项目中又可以进行合并 是吧 把一个分支合并到另一个分支里面去 那那个分支就没用了 知道吧 他们之间是可以进行合并的 OK 那所以呢 在这个GIT里面 GIT里面呢 他推荐我们怎么去做呢 就是没有关系 大量创建分支更好 就是说他这个推崇你就是不断的去创建分支 去完成不同的这个指工作 能听懂吗 指工作 就是你可能有不同各种任务 是吧 用各种分支去做 做完以后再进行合并 这样的话呢 各个这个各个工作呢 都不会不会这个影响 不会受受耽误 对吧 是这样的 所以呢我们这里重点要给大家啊 讲解一下这个分支怎么去管理 对吧 嗯 分支呢创建很简单 我们现在说默认情况下 你初始化一个仓 一个一个版本库 他默认就是一个master这个分支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呢可以在这个master这个分支上 比如说现在我就是这个master这个分支了 对吧 那我就查一下这个状态啊 stay 查一下 你看现在这个on branch branch分支 现在在master这个分支 对吧 告诉我们现在在这个master啊 这个分支里面 好 那么在这个分支里面呢 我们想要去创建分支的话 怎么办呢 看怎么 有这么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 第一个你用这个 git branch git branch 然后dev 这是你的分支的名称 随便取一个名字 dev就开发的意思 对吧 然后呢在checkout checkout呢 dev 刚才也用过这个checkout 对吧 这个checkout呢就可以切换的意思 啊 在这里是切换的意思 就可以切换到这个分支 嗯 没有办 切换到或者呢 你直接用 这个git takeout 然后-b 然后dev -b 参数表示创建并且是切换 我相信这一句话顶着两句话 对吧 顶着两句话 这是一样的吧 ok branch branch 我们来试一下啊 我们就用这个git 怎么 是这样吧 嗯branch 然后呢dev 我随便创建一个这个分支是吧 嗯 ok分支创建完成是吧 然后呢 我在git 在什么 checkout这个branch 对吧 嗯 checkout 不是dev 直接dev 嗯 是吧 checkout 你看他就是告诉你switch to blanchdev 嗯 就告诉你这个我已经切换到了dev 这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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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支上了 对 在这个分支上我们就可以去做啊 做你的这个这个其他的一些事情 好吧 你通过git blanch呢 可以查看当前的这个分支 git branch blanch 你看现在有俩分支 看到没有 带信号的表示什么 当前 当前的 表示当前的这个分支 我现在在这个分支上去进行这个这个操作啊 进行处理 ok 我们再做一下啊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在dev啊 这个分支上修改或者提交内容是吧 当切换回master分支后啊 是无法查看dev分支修改的内容的 就我就不影响 不影响master这个分支 对吧 之前我们那个master分支上我们 这样吧 我们再切换回去好吧 我们再看一眼啊 呃 chick out chick out chick out master 对吧 好我切换回来 然后呢 那我cate一下这个 read 我们就在这个文件上来改啊 嗯 readme.text 对吧 好现在呢 她是她的状态是hello加上goodgoodstudy 对吧 是她的状态 然后呢 我们再切回check out 这个dev 切换切回这个dev 现在我要对这个readme文件又进行修改了 对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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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件呢 我们 进行这个修改 好我们来修改试一下啊 嗯 怎么修改啊 孩子通过echo吧 嗯 echo 那我就叫做 呃 嗯 打一个什么字呢 就是叫blanch blanchdev吧 就加一个这个字好吧 嗯 然后呢到哪个里面去啊 到readme 这个文件中去是吧 对 test走 OK我们再cate一下 cate一下这个 嗯 叫什么 ledme 嗯 看得一下ledme 点test 哎 我们看有了一个叫blanchdv 是吧 blanchdv 那这个你也可以进行提交是吧 对 提交是要怎么样 add到这个 呃 哪里去啊 readme 是吧 对 加进去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get commit-m 是不是 对不对 嗯 加个注释 注释就是 呃我刚才那个 blanchdv 好吧 blanchdv 我现在已经加进去了吧 对加进去了 我这个cap readme.test 就能看到这个blanchdv 就能看到这个blanchdv 这个讯息是吧 嗯 好下面呢 我再切换回 get check check out 这个叫做master 对吧 我切换回这个master 在master 我再去cat 这个 readme 你觉得能看到吗 没有那个 你看他只有这个dailyup 他就不影响是吧 对他现在这个信息是在那个分子上添加的 跟这个master他就没有任何关系是吧 没有任何关系 好当你这个分支改完了以后 你觉得ok没有问题可以提交了 我就可以把这个dv这个分支合并到master分支上 嗯 没有了吗 可以合并进去 那么master就可以看见了 他俩分支就可以进行合并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进行合并呢 很简单 用merge merge merge merge是吧 merge是合并的意思吧 就是你看 将dv分支的这个工作成果合并到master分支上 就是你当前在哪个分支合并另一个分支 现在我当前是不是在master分支上 对不对 我就用这个get什么 getmerge是吧 merge getmerge dev就是 这什么意思 就是把dev分支合并到我 我当前这个分支上的意思走 对不对 ok就合并上了吧 现在我在cat readme.test 你看他就能看到这个blanch dev了 对吧 这样合并完了以后这个dev这个分支就没有用了 没用了 我就可以删掉了 好 可以删掉删掉命令是什么呢 就是getblanch-d dv搞定了 getblanch-dv 可以走你deleteblanch-dv 是吧 blanch-dv就被干掉了 我再查一下 blanch 是不是剩下当前master分支 就剩下一个分支了 一查就没有分支了 这就是分支的一个用法 明白吗 这一套起来 那你可以在未来工作当中呢 他是建议啊 这个get建议我们不断的创建不同的分支 如果你要测试你可以创建不同的分支 创建各种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分支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便于 你就怕 你就怕在这个文件中修改了 以后又要进行这个 这个还原进行撤退的吧 对 就比较麻烦 这样的话你通过建很多很多的分支 就在很多个分支上修改同一个文件 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对吧 修改完了你再进行合并嘛 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这是分支这一块的管理 分支这一块管理 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了哈 好那未来使用的话呢 你就可以多用一下这个分 每个人建自己的分支 最后敲完了直接就合并了 对 就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法则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 未来你可以从服务器上 拉下这个代码来 是吧 把代码拉下来是默认是一个master OK 每个人每个开发者创建一个自己的分支 是吧 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组分支相当于是 嗯 比如说我的分支用我的名字命名 是吧 然后在我的我的分支下面 我又可以创建 若干的分支 紫分支 来便于我自己的这个代码的修改 是吧 嗯 最后呢 我把我的这个组分支 比如我的组分支叫wins 我把我的组分支 再合并到这个吗 master分支上 这不就是合并成 合并到组分支上了吗 对吧 再进行提交 再进行提交就OK了 好吧 OK 这是我们分支管理的这个 这个内容 就给大家先讲这么多 好吧 OK 好